春天六种必须焯水才可以吃的食物 按照毒性从低到高进行讲解 第一种 竹笋 我们都知道竹笋有一点苦色味 其中的色味是来源于竹笋的草酸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而苦味呢 则是来源于竹笋的情肝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 情肝本身并不具备毒性 但是它会和胃酸形成一种有毒的物质 情化氢 氢度的中毒会出现恶心 呕吐等症状 但是禽干也有它的弱点 在100度的情况下 可以去除90%以上的禽干 很多人认为竹笋煮久了以后 就没有了爽脆的口感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那么竹笋到底煮多久才合适呢 竹笋正确的焯水方法应该是冷水下锅 放入少量的湿盐 煮开后再煮5分钟 今天所介绍的每一种食材 焯水时间都是不一样 而且冷水下锅和开水下锅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 所以还请耐心的看完本视频 5分钟之后将竹笋迅速的投入凉水中过凉 5分钟的焯水时间可以让竹笋保持爽脆的口感 同时可以充分的去除草酸和清干 第二种需要焯水的蔬菜就是菠菜 春天的菠菜更是鲜嫩好吃 最为大众所广为熟知的便是高含铁量 每100克的菠菜就含有2.9毫克的铁 但是草酸的含量会更加让你吃惊 每100克菠菜含有934毫克的草酸 草酸容易和体内的钙结合 形成一种物质叫做草酸钙 假如长期使用就容易在人体内形成肾结石 那么怎样对菠菜进行焯水 才能既保留铁的含量又去除了草酸呢 请大家记住菠菜的焯水是开水下锅 先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再焯水一分钟 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过凉 这样既去除了草酸 也能够保持菠菜嫩绿的颜色 第三种需要焯水的食物就是香春 它是春天才独有的野菜 无农药无化肥 它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香味 对喜欢它的人而言更是人间的极品 特别是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 它的名气更大了 然而香春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 每一年都会有发生 香春中毒主要是说的亚硝酸盐中毒 因为香春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比绝大多数的蔬菜都要高很多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焯水去除亚硝酸盐呢 首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尽量选购嫩一些的香春叶 越嫩的香春叶 它的亚硝酸盐含量也就越低 同时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叶子是否挺拔 切口是否新鲜 越新鲜的香春 它的亚硝酸盐含量也就越低 同时我们要做到谁买谁吃 不要放在冰箱里过夜 香春焯水开水下锅 加入一小勺食盐煮一分钟 然后迅速地捞起 放入凉水中浸泡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去除90%以上的亚硝酸盐 春天第四种必须焯水的蔬菜 就是蕨菜 春风又绿江南岸 每年的三四月份 都是吃蕨菜的最好时机 蕨菜除了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 各类矿物质维生素 以及膳食纤维以外 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有毒的物质 叫做圆蕨干 假如过量的食用会有致癌的风险 不过蕨菜的焯水方法 不像其他的蔬菜那样直接焯水 我们都知道蕨菜的内部有一层粘液 很难和水直接接触 所以最好是切成两半 让粘液直接和水接触 假如觉得用刀比较麻烦 可以先冷水下锅煮一分钟 把它煮熟 再用手把它撕成两半 然后在冷水中加入一盖处和一勺盐 凉水再下入蕨菜 水开后再煮五分钟 因为加醋可以更好地去除粘液 同时圆蕨干在酸性的条件下 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无毒的物质 绝素壁 最后放入凉水中过凉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烹饪 春天另外一种需要焯水的蔬菜 就是豆角类 不论是扁豆 四季豆 还是长豆角 它们都含有两种有毒的物质 灶肝和凝积素 通常越老的豆角 所含的毒素也就越多 所以我们处理豆角的时候 第一步通常要将豆角最老的两头摘掉 这两种毒素 虽然会对胃粘膜造成很大的刺激 但一旦加热到90度以上 就会受热膨胀 从而失去活性 为了更好地让它均匀受热 所以我们用水作为介质 开水下锅 焯水五分钟以上 再经过爆炒 就会非常的安全 另一种有毒的 需要焯水的蔬菜 出现在春末夏初 它就是新鲜的黄花菜 它的花蕊中 含有大量的秋水鲜碱 对人体的胃肠道 以及泌尿系统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所以我们处理新鲜的黄花菜 第一步就是要去掉花蕊 然后开水下锅 焯水三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市场上所购买的干黄花菜 不需要进行焯水处理 因为在晾赛之前 它们已经被煮熟了 我们只需要进行凉水泡发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烹饪 六种蔬菜的焯水方法 您都记住了吗 好了 我们下期美食节目见